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摺一摺 再沿着摺口位 摄入去 五分钟 家老店又再出现 插画家邓子健的新书 有二十个具香港特色的摺紙卡 代表着七八十年代的老店 这套店代表了我们香港人的生活 一些历史 一些文化 我们的成长 其实他们虽然看上去很微不足道 但其实他们也是建设香港 或者我们在香港生活的一部分 有家长说本书可以给小朋友 认识以前的香港 主要按码是给小朋友去看 认识香港的历史 了解以前居民的生活的模式 我去历史博物馆 历史博物馆里面有些 香港的旧建筑物 可以和他们解释一下 这本书还配合手机应用程式的游戏 读者看书之余 还可以玩卖一份 延伸阅读气氛 因为现在小朋友很多都很喜欢玩手机 玩iPad 所以就把它带下去 令小朋友在看完书的时候 在玩手机都可以接触到这本书 透过砌模型 小朋友可以和家长一起 亲手制作老店大街 增加亲子间的互动 创造一条属于自己的港式老街 M21 News 记者陈天芝报导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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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感谢观看